好的朋友们早上好 我是阿萨社区的周老师 你们的老朋友 今天是1908月2号 那么到了星期五的时间 这一周立马收尾 不知道朋友对于昨天的行情 有没有什么样的操作 那么对于昨天其实来讲 网上的话是狂风暴雨 黄金暴涨云有暴跌 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其实黄金的话 我跟大家已经应该说过很多次了 那么目前行情也按照所说的预期 走出来了 当时可能昨天行情节奏比较乱 不一定有很多人抓住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 黄金整体14小时级别的结构 朋友们是不是这个通道 朋友们非常的精准 就在这个地方 咱们群里面有朋友做到的 也有朋友没做到 他第一 他出现的时间比较晚 是吧 可能很多朋友都没有这个精力去做 但是这个级别 这样的一个方法和思路 大家要去掌握 那么黄金这个位置的拐点 没有什么问题 那么现在 日内 现在在这个尴尬的位置 不是特别好的去操作 好 这个是黄金 简单的带大家覆下盘 云游也大跌 我们待下稍微来看一下 那么其实今天的重点 想跟大家聊的是欧元 欧元当下的节奏 我觉得是做得非常的清楚 非常清楚 欧元大级别 我跟大家有说过一条非常重要的警线 对不对 那么这个位置 就是它的警线的 现在跌破了 那么反倒就形成了压力 对不对 跌破了的支撑 再看就是压力了 那么这是听途级别 给到我们的警线的压力 一小时级别 朋友们 这个行情是不是也做得非常的清楚 整体大家都看得到 就是一波空 是吧 就是一波空 现在在这个位置 今天我们的思路就是回挡空 欧元非常清楚 他要正这么直接防转了 我们就认错 认错 欧元的通道 一小时级别 给大家画一个通道 给大家画一个通道 目前通道的地方的话 大概就是在 朋友们 这个通道 非常的精准 朋友们 再一次 非常的精准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几个点打的 那么今天欧元的思路 一小时级别 再观看 观看一下咱们的一个 非波 非波给到我们的启示 好 朋友们 非波也是在这里 给到我们61.8的地方 对不对 好 那么差不多 日耐空点 就是在这个地方 今天呢 欧元 目前在这个空中 等一下如果有刺上来 大家就可以直接左侧 在这个地方做空了 止损放在76.4的上面 这是我们一个回挡和通道的空点 然后把它给空下来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思路 空完之后 朋友们还没有结束 按照我们的回挡模型 对不对 如果在这里 进行了一波这样的反弹 它再下来的时候 是不是又是回挡的多点 所以说今天 欧元的思路就显得格外的清楚 那么先上来 咱们就可以做回挡的空 如果下来了 咱们就做回挡的多 那么这两个点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精准去布局 这就是咱们结构里的行情 这种行情 大家应该也都理解 完全是咱们商态系统里面的一些行情机会 那么回挡行情的 回挡行情的高空低多 那么就是今天欧元的主要的一个机会点 希望大家能够去抓住 这是欧元的情况 然后呢 今天晚上还有飞龙 飞龙的话能不能 飞龙怎么走 那么现在我们不是特别关注 是吧 因为你现在还有这么比较长时间 比较久的时间 还有好几个小时 那么先把白天的行情 白天的节奏点给大家抓住 挥龙具体怎么走 他们看到时候 他当下的一个走势 再去做其他的安排 那么欧元白天的思路 再按照这个结构模型 高空低多就可以了 好吧 这是欧元 我们再来看一下云游 云游昨天晚上也是暴跌 云游的话 其实也符合我给大家讲的预期 但是他没有按照我所说的节奏 当时直播给大家讲的是 他会创新低 对不对 就是下来 然后在这里他就要下来 但是行情还是往上刺了一下 再下来 那么节奏稍微有一点点偏差 那么今天当下该怎么做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云游的节奏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清楚 目前大家可以再把这个通道 在自己的旁边之中画出来 我觉得还是相对来说可以有参考度 有参考度 那么就更小的级别 云游当下 15分钟级别 我觉得一小15分钟级别 就关注这个就可以了 下来 上来 对不对 咱们就找空点 除非他这么危险房长上去 那就没办法 如果不是这么危险 咱们就找空点 避空他 在哪里空呢 大家可以去关注这些重要的节点 像这种行情 首先第一个点 朋友们38.2的地方 这是非常重要的节点位置 对不对 非波给到我们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布林带 好 布林带的话 30分钟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30分钟朋友们 刚刚好 应该就是这个节点 上轨的一个碰撞的地方 如果他上来了 那么就在这个位置 也是空 好 布林带给到我们 一小时级别 一小时级别中轨 30分钟上轨 非波38.2 大家这个位置就可以考虑去做原油的空了 没有什么问题 这就是大概的一个思路 那么具体其他级别的分析 具体的分析 咱们在今天晚上的直播 再给大家重点去强调 那么今天的早晨分享 就跟大家聊这么多 喜欢我们视频节目的朋友 可以去优酷腾讯 去观看我们的视频节目 当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阿萨社区 最后欢迎朋友们加我的私人微信 我们私下沟通交流 新朋友们祝大家交易顺利 咱们下周时间 再见